初期西藏宗教文化展 台北市長柯文哲 表情嚴肅莊重 但現場命理師一語道破 他未來可能不只是市長 這個面相也是人中之龍 如果可以在諸佛菩薩 龍天護法的加持下 一定可以更上一層龍 這支前途命理師看好 但柯文哲本人倒是聽聽就好 聽聽就好了 只不以怪於亂神 敬鬼神而遠之 就是用這種態度就對了 不相信鬼神 凡是靠自己 不少網友發現 柯文哲的LINE官方證號 二十三號發出邀請 只要支持者點擊加入填寫表單 輸入姓名 電話號碼 E-mail以及選擇戶籍地 系統就會自動分區 以KP當對名開頭 台北市一共分為十二區 外線是網友統統列入 第十三區再分隊 以群組上線五百人計算 光是一個下午就突破六千五百人 搞事情啦 就是他們喔 我們常常給年輕人機會嘛 可是年輕人什麼個資法啦 還有這個系統的操作 都不是那麼純熟 所以後來發現 不對趕快把它停掉 所以準備好再來 不少人質疑 根本是組織展開打 吸收網軍 緊急喊咖 但群組這樣聊得火熱 粉絲真情流露直言 名嘴都在攻擊 柯競選團隊太年輕 但年輕不是問題 他們都忘了 世代就是靠年輕人創造的 新世代高人氣無法擋 柯文哲在藍綠夾沙中 自有戰法 接著我們組織 我們選N3G小組 Table 的